我站在星辰夜总会的门口,当着路人的面,用一堆钱砸我那爱慕虚荣的前女友,漫天的红色票子从她头上纷纷掉落,何运,你这个婊子,你不就是要钱吗?都给你。 她身着暴露地跪在地上,在路人异样的目光中将一张张钱捡了起来,边捡边对我说,谢谢,谢谢,再多咋点。 活像只喀巴狗,我冷冷地说,还想多要点。 你不配,就在上个星期,就在这个地方,她挽着一个没老板的手,谈笑风生地从星辰夜总会的门口走了出来。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,我是不会相信,在我面前清纯善良的女友,会穿着一身暴露的吊带连衣裙,画着浓浓的眼影,媚眼如丝地抽着烟。 她正搂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,那男子满口被烟熏过的黄牙,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,一双眼睛不停地在何运的胸前打转,我看着完全陌生的何运,不禁质问道, 何运,你骗我说加班,原来就是和她在一起。 她不懈地打量着我,我才反应过来我身上穿着美团外卖员的衣服,要不是我刚好来星辰夜总会送外卖。 也不会看到这令我心碎的一幕,何运看着我,默然地开口道,既然你发现了,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吧,我已经跟了王总了,我们分手吧。 我看着他,一脸不可置信,忍不住开口道,为什么? 只见何运冷笑道,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,你看看你一脸穷酸的样子,你也配。 我看着妆容精致,一脸陌生的何运,哀求道,何运,我会变得有钱的,我已经在努力了,我求求你,不要分手好不好。 这时,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多,大家都围观着我们。 他冷冷地笑道,可以啊,附身,只要你跪下来求我,我就不和你分手。 想到我和何运之间的点点滴滴,我不相信他会真的离开我,这个世界上,任何人都会离开我,但我相信何运不会,只要他能留在我身边,我什么都愿意,我不顾尊严。 当这众人的面真的跪了下来,何运,求求你,不要分手,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,会给你幸福的,你等等我。 何运旁边的梅老板,这是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,于是,何运看着我大笑道,王总,你看他好像条狗啊,一条怎么敢也赶不走的狗。 王总搂着何运的腰,露出一口黄牙,也笑了起来,然后喊来了保安一脚把我踢开,带着我心爱的何运上了车,我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,心痛得无法呼吸,这一刻我再也顾不上别人异样的目光,我只知道,我此生最爱的女人要离开我了。 我在那辆法拉利车后不停地追着,只期待何运能够回头,我嘴里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,何运。 何运,我甚至跌倒在路上摔破了膝盖,都不顾,任由膝盖上流着血,又迅速地爬了起来,但我却只看到汽车远去的背影。 那一晚,我最心爱的女人,为钱离开了我,她不知道,我靠着每日每夜的努力,已经攒够了首付买房的钱,以及求婚戒指的钱,正准备和她求婚,我还来不及说,但已经不重要了,因为她的选择告诉了我,她要的是别墅豪车。 可惜,我用尽全力,也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,何运离开之后,我开始整日买醉,用酒精麻痹自己,没想到,有一天,警察给我打来了电话,喂,你是附身吗? 请你赶快赶到安阳派出所一趟,我们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了。 我手中的酒瓶一下掉落,不可置信地问道,我的亲生父母。 警察在电话那边说道,是的,他们正等着你呢。 来到派出所,一对衣着不菲的中年男女正深情地望着我,看到我的第一眼,那个中年妇女就把我抱住了,满寒热泪地说道, 喘儿,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 原来我叫欧阳琛,三岁的时候就被人拐卖了,我养父母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早逝了,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因为从小家境贫困的原因,我高中就辍学了,没想到我就此摇身一变,就变成了亿万富翁失散多年的独生子。 亲生父母给我买别墅买豪宅,还将公司交给了我继承,这一切就像一场梦,此时各大新闻媒体各大平台都在报道这件事情,不少平台上都有人就这件事拿着各种梗讨论, 有两条热评点赞最多,一条是找错了,爸爸,我才是你的儿子。 一条是不知道附身的前女友看到这个新闻,会不会后悔。 何运会后悔吗?我不知道,但是我在想,如果我的亲生父母早点找到我,何运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了? 没多久,我听人说,又看见何运在星辰夜总会上班了。 因为王总老婆发现了何运和王总的事情,找人当街打了何运一顿,王总是靠老婆起家的,于是便将何运甩了,王总老婆还起诉了何运,最后,何运落的人才两空。 听闻这个消息,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我来到星辰夜总会,给了总经理一笔钱,让他叫何运出来。 我看着何运,农装艳抹,衣着暴露地出现在我面前,他一脸惊讶,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看到我西装革履的样子。 但我可没有心思和他叙旧,我专门带着一大堆现金,就是为了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,把当初我受的屈辱一一还回去。 我用一捆一捆的钱,砸在他的头上,他竟也不觉得痛,只是低着头麻木地捡着那些钱,你不是爱钱吗?够不够,这些够不够? 我愤怒地用钱砸着他,想到他竟然为了钱,尾身一个猥琐男人,在众母窥窥下抛弃我,我的怒意就更盛,他不停地捡,嘴里一直说着,谢谢,谢谢。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了,就如同一件你示弱珍宝的东西,有一天被人打碎了,你心痛,但你知道,这个东西永远再无法恢复如初了,你也不会再喜欢了。 我包养了他,我一脸轻蔑地看着庸俗暴露的他说,卖给谁不是卖,不如卖给我。 从此,我所有商业应酬的场合,都是带着他去,只是,我再也不想碰他,他还是有几分姿色的,我的甲方总会在宴席上趁着酒一开他的油。 刚开始,我有些忍不住,我想制止那些人的闲珠手,但看见他不怒反笑,我不禁自嘲自己,他去风月场所那么久,早已经习以为常了,何须我多管闲事,看到他在洗手间吐得眼泪都流了出来,我不禁有些担心,但开口却成了,装什么装,就这点酒。 他笑着说,是啊,就这么点酒。 他喝的实在是太多了,有些站不稳,眼看着他就要倒在我身上,我忙避开,开口道,别碰我,我嫌脏。 他只得爹坐在地上,边吐边笑,不久之后,我的亲生父母给我安排了好几场相亲,是的,我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 之前,我是一心想要娶何韵的,除了她,我没有想过要再和谁共度一生,我每天打好几份工,就是为了能够早点存够钱娶她,而如今,我有钱了,她却再也不是她了,因为父母的安排,我也见了好几个女孩,都觉得没什么感觉,直到我见到了沈小。 她的侧脸很像何韵,还有她笑起来的眼神,和何韵像了个时辰时,我心动了,沈小对我也很满意,于是,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男女朋友,为了不让沈小伤心,我不能再包养何韵了, 我给何韵换了个身份,助理,但她的工作依旧是做我手里的交际花,出卖色向应酬那些老男人,沈小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流言蜚语,说我的助理何韵是我的前女友。 而她只是因为和何韵相似,所以才成为了我的女朋友,看着沈小一脸委屈的样,我忙耐心地哄道,你是什么身份,何韵是什么身份,她这辈子都比不上你。 我抱住了沈小,捏了捏她的鼻子,她窝在我怀里撒娇,沈小是与我家是相当的富家小姐,而何韵不过是自甘堕落的交际花,何韵连沈小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,又是一场应酬,但是这次的吴总不仅是开游那么简单,宴席已经结束了,但她却迟迟不愿意上车,一双眼睛不停地打亮着何韵。 作为男人,我明白她的意思,这次的项目对于我来说很重要,我迟迟没有开口,没想到何韵凑近我耳朵,说道,事成之后,给我二十万。 我还没有回答,只见何韵对我浅浅一笑,上了吴总的车,我的柱里面戴男色地说,欧总,我听说吴总这个人玩得很大。 而此时的何韵已经坐到了吴总的车上,我不禁又想到了何韵跟着王总走的那一天,我拼命地喊,也没能留住他,一切都是他自愿的,只是脑海里忍不住浮现我和何韵相爱的过往。 我们是初中同学,都是班上沉默寡言的存在,直到有一次放学,我看见他被几个女生扯着头发,边扯边骂他,你就和你妈一样是个不要脸的婊子。 我看着他强忍着泪的模样,从不多管闲事的我忍不住插手,从那群女生手里就吓了他,他像一只受惊的小兔红着眼眶对我说,谢谢你。 后来我才发现,我们其实就是一条巷子里的邻居,而他妈妈就是这方圆石里最出名的战阶女,她没有什么朋友,和我一样,我爷爷奶奶靠石荒为生,我们的家就住在垃圾站旁边。 因此,我的身上都是垃圾臭的味道,即使我用肥皂洗,那股味道依旧挥之不去,所以我也没有完伴,自此以后,我们就形影不离,每天上学放学都在一起。 后来,那群女生中为首的那个找来了他哥哥当帮手,他哥哥带着一群男生,在小巷里把我殴打了一顿,边打的时候,边让何韵看着,何韵在旁边看着我被打得奄奄一息,不断哀求道,不要打了,不要打了。 为首的男生却笑道,这个垃圾仔,不是爱为你出头吗?今天我就让他好好的受下教训。 又是一脚踢在我的身上,我都已经痛得麻木了,而旁边的女生则扇了何韵接耳光,谁让你妈是战阶女,谁让她勾引我爸爸。 看着何韵被打,我忍不住冲开了几个男生对我的稚固,将何韵护到了我怀里,任由他们拳打脚踢,男生和女生边打边笑道,垃圾仔和战阶女,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。 从那以后,我和何韵走得越来越近,我的内心对她也产生了除了朋友以外的情愫,何韵其实成绩很好,人也长得漂亮,就因为她不堪的绅士。 成了许多女生的眼中钉肉中刺,我其实也不止一次地看到她的母亲身着暴露,浓妆艳抹地站在小巷口招揽着客人,那是一个冬夜,我和何韵结伴而行回家,却看到了她的母亲正招来了一个客人往她家走,何韵说,我能不能去你家? 看着何韵小兔般的眼神,我说不出拒绝的话来,我偷偷地将何韵带回了家,那天晚上,她睡在我房间的床上,而我睡在地下,那是她第一次主动和我说关于自己的家事,她的母亲于素素年少的时候,是十里八乡最出名的美人。 却何来村里,写生的大学生何华有了感情,两人私定终身,大学生离开之前,允诺一定会回来娶她,但是从此就杳无阴线,而何韵的母亲于素素,却在大学生走后,发现自己已有身孕,于素素的父母知道后,勃然大怒,要她打下孩子,然后让她嫁给村口的王瞎子, 王瞎子早已年近四十,她又怎么肯呢?于素素的父母怒骂道,你已经失了清白,还有了孩子,除了王瞎子,还有谁会娶你?于素素却开口道,不嫁,我死也不嫁,我相信何华会来娶我的。 于素素看着恨铁不成钢的女儿开口道,如果她会娶你,她早就来了,你就是被骗子给骗了,她可能连名字都是骗你的。 至于王瞎子,你不嫁也得嫁,哪怕是一具尸体,你也得给我嫁过去。 就在那个夜晚,于素素趁着黑夜偷偷地跑了出来,自此,就再也没有回去过,而于素素怀着孩子在外生存多艰难啊,她好不容易将何韵生了下来, 同时也用光了身上所有的盘缠,乌露偏遭连夜雨,在一次咳血后,医生告诉于素素,她得了肺劳,这是一种慢性病。 需要常年吃药,也不能做体力活劳累,在饥寒交迫的生存压力下,看着越来越瘦小的小合韵,于素素狠了狠心,做了自己以前最看不上的那种女人。 小合韵三四岁的时候,还不知道为什么邻居家的小孩都不和自己玩,她还奶生奶气地问过于素素,妈妈,他们说你是婊子,妈妈,婊子是什么呀? 于素素勤着眼泪说,孕孕,婊子和卖菜的阿姨,扫地的爷爷一样,都是为了家人幸福而工作赚钱的职业。 何韵笑着开口道,那我长大后,也要做婊子,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养妈妈。 于素素忍不住嚎啕大哭,边哭边打何韵,韵韵,快说,你不做婊子,你记住没,你不能做婊子。 看着何韵委屈的大哭,于素素连忙将何韵抱到了怀中,开口道,你不能做婊子,你要堂堂正正地活,你一定要记得。 说到这里,何韵忍不住哭了起来,听到何韵小声哭泣,当时的我在黑夜中坚定地说道,何韵,我会给你幸福的。 何韵如今这样,算不算违背了她母亲,我看着远去的汽车心痛如刀脚,等我在医院看到何韵时,她手臂上和脸上都是鱼青。 不知道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多少伤痕,我忍不住红了眼眶,但还是强忍着说,单子成了,我给你四十万,还有,吴总还给了你二十万的医疗费。 何韵扯着嘴角笑了笑,说道,感谢欧总和吴总,你们出手真大方。 她的笑太刺眼,我宁愿她哭着闹着,甚至打我一顿,也不愿意看到她对我笑,我第一次觉得,她笑起来是那么的难看,那几日,我都不敢去看她。 同时,我开始忙着准备和沈小的婚礼事宜。 沈小说了,想要去三亚拍婚纱照,我温柔地看着沈小的侧脸。 说道,好,小小说,去哪就去啊。 和沈小来到三亚,看着美丽的海景,我突然想起,何韵曾经也说过,她想去看一次大海,那是我们十八岁的时候,我们一起到外面兼职,大冬天的,把她的脸都冻红了。 那时,我们没钱,即使街上没有几个人,但我们还是必须得发满八小时,才能拿到当天的工资,于是我们俩凑到一起取暖,一起畅想未来。 何韵说,要和我一起看大海,如果有钱的话,就在三亚拍婚纱照,没钱的话,我们就坐火车去,也不用拍婚纱照,我们两个一起自拍就行。 然后发个朋友圈,就算是婚纱照了,我这边想着和何韵的曾经,那边沈小已经迫不及待了,忙喊我,欧阳琛,快来拍照。 此时,夕阳西下,在太阳的余晖下,沈小站在光里和我招手,恍惚间,我似乎看到了年少的何韵,正对着我甜甜的笑,我们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, 摄影师在沈小的央求下,佳琪给我们两个先精修了三张照片,沈小发给了我,快,我们一起发朋友圈,先来个预告,你看,这三张照片,我们俩多好看,发了以后肯定好多人给我们两个点赞呢。 我看着沈小一脸期待的模样,将那三张照片发在了我的朋友圈里,佩文,我们要结婚了。 我并没有屏蔽河运,我甚至有些期待他看到后的反应,但是我的手机一直没有新的消息,只有那条发了婚纱照的微信朋友圈,有99家新消息,全部都是祝福我们的,只有一条评论着,看来已经是下辈子了。 这是我和河运的共同好友小七评论的,我们曾在一家奶茶店一起工作,那时候,我们三还有小强,我们四个一起在一家奶茶店工作,我和河运将我两一半的工资都给了家里家用,剩下的一半,我们两攒着交房租和生活,日子虽然辛苦,但是也算是幸福。 有一天,已经临近十一点了,我和河运还有小七三个上晚班,就在我们正准备打烊回家休息的时候,却来了几位喝得醉醺醺的男人,带头的光头对赛河运说道,你好,小姐,来杯奶茶,要拨大的。 他身后的两个男人开始坏,我握着奶茶的杯子钻得紧紧的,河运健壮向我示意摇了摇头,光头看着河运一脸不悦的神色,又笑着说道,小姐,刚刚是我说错了,不是拨大的,是要一杯拨把奶茶。 河运面无表情地说道,好的,几分糖,我们有十分的,七分的,还有正常的,您看您要哪个甜度的。 光头看着河运美丽清纯的脸开口道,十分有多甜,有没有你这么甜啊? 我脸色阴沉,你到底买不买奶茶呀,废话那么多。 光头一脸无赖地说,我也没说什么啊。 小七看着我发怒的脸,轻声地说,算了,他们就是一群喝酒喝多了的疯子,别和他们计较。 我恨自己需要这份工作,所以只能一忍再忍,奶茶做好了,河运把奶茶递给了光头男,光头男却色眯眯地握住了河运的手,开口道,你长这么漂亮。 做什么奶茶小妹啊,不如跟了我,吃香的喝辣的。 此刻我再也忍不住,一拳砸向了光头男,光头男身后的两个男人,健壮也加入了战局。 我满腔愤怒,骑在光头男身上,不停地殴打着光头男,他的兄弟健壮便拿起凳子要砸向我,是河运替我挡下了这一击。 他的头上流了好多血,三个醉酒男健壮连忙跑了。 我看着河运满头的血,心疼地说道,你怎么那么傻。 河运看着我笑着说道,你没事就好。 说吧就晕了过去,我和小七将河运送到了医院,等河运醒过来的时候,我握着他的手。 河运儿,你醒了,太好了,我真的不能失去你,这辈子我非你不娶。 这一幕,小七看到了眼里,十分感动,所以他今天才评论这句原来已经是下辈子了。 我心中闷闷地,不禁苦笑,先背叛这段爱情的是河运,不是我,从三亚回来,我的桌上放了一封辞职信,居然是河运的。 我连忙打给河运,却是关机,我不死心地用微信给他发消息,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,我只好打开了那封辞职信,上面写着钱够了,祝你幸福。 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很慌,慌得不得了,我连忙推掉了下午的会,跑到了我们共同居住的出租房。 打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,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搬走很久了,他不在这里,那他会去哪里呢? 我不停地回想着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,他会不会已经回家了。 我决定去他家找他,他妈妈总该知道他的下落,看着陈旧的街道,外墙发黄的居民楼,我才意识到,自从我爷爷奶奶去世,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了。 来到了熟悉又陌生的何韵家门口,我犹豫着,最终还是敲了门,却迟迟没有人回应,这是旁边的邻居大婶出来了,敲什么敲啊,这家早没有人住了。 我连忙问道,什么时候没人住的? 大婶不耐烦地说,大概是一年前吧,那女的生病快死了,当时救护车来接的,一直在吐血,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过,可能已经死了吧。 说完,老太太便不耐烦地把门关上了,我此刻的内心却再也不能平静,一年前,算起来应该是何韵刚去娱乐会所的时候,那么,何韵她? 她应该是为了救她妈妈,所以,我不敢再想下去,我疯狂地打何韵电话,但还是没人接,我不禁想到了小七,小七是何韵唯一的好友。 喂,你打电话干什么?请我喝喜酒啊,新娘不是何韵,我不去。 小七在电话那头没好气地说道,我连忙开口问小七,小七,何韵母亲生病的事情,你知道吗? 小七疑惑地问,难道你不知道? 我就说嘛,当时何韵说她母亲生病了,需要很多的钱,我说她怎么不找你,她说她已经找了,但你们俩的钱加在一起都还远远不够。 当时我只有两万全给她了,她还问我有没有什么快速挣钱的方法,我就把我一个朋友小焦介绍给了她,后来我急需用钱,何韵马上就把钱还给了我。 通过小七的诉说,我大概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,何韵母亲生病,需要很多的钱救治,我和她的钱都远远不够,所以她采用了最笨也是最快的方法去赚钱,为此不惜遭见自己,而且特意羞辱我,只是为了让我不为难。 因为她知道,以我的个性,我一定会拼命赚钱和她一起救治她的母亲,而我已经因为打好几份工而泪晕过,命运从不曾善待我和她,但她不想再连累我,现在,我才终于明白她辞职信里的那句钱够了是什么意思,我疯狂地找何韵。 却始终找不到她,就在我急得要报警的时候,我的手机收到了她的短信,附身,小七告诉我,已经知道了我母亲生病的事情,正在满世界地找我,甚至还要报警,你不用找我了,我只是故意不想见你。 谢谢你的钱,我母亲如妻做了手术,虽然没能救回来,但我这个做女儿的尽力了,我也没什么遗憾。 我一边看,一边红了眼眶,只看见短信上还写着,我原以为我们都不是被命运眷顾的人,所以从小就那么苦。 但是还好,上天眷顾了你,你不必再找我了,我已经配不上你了。 别担心我,我不会自杀的,我已经答应了我妈妈,我会好好活下去。 而你该有你的崭新的人生,好好和沈小一起过吧,我衷心地祝福你。 我忍不住泪流满面,再打过去却是空耗,我知道,何运这次是彻底地铁了心地要离开我了,何运失去了消息后,我就如同行尸走肉,魂恶度日,父母看到了我,便劝道,你也该和沈小结婚了,别让他一个女孩子久等。 我苦涩地笑了,不能让女孩子久等,但是何运跟了我那么多年,我却没能够给他幸福,我真该死,我算什么男人。 但转头,又看着沈小微笑的侧脸,我妥协了,至少看到沈小时,我还能从沈小身上看到他的样子,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 就在我和沈小要成婚的前一天,警察又给我打来了电话,对不起,上次弄错了,你不是他们的孩子。 何运,你说错了,上天也没有眷顾我,我没那个命,我的父母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亲生儿子,这次光看模样就知道是真的。 而我也没有脸面,再到这里待下去,沈家也和我退了婚,我是假王子,而沈小却是真公主,假王子怎么配得上真公主呢? 这次的新闻报道更是铺天满的,无论我走到哪里,都有人看我,他们就只插在我头上,打上冒牌或三个字。 上天和我开了这么大的玩笑,我多希望,你离开我也是一场玩笑,我去找工作,店家却取笑道,你这样的富二代还要找工作啊。 有吃饭的顾客听到了后笑道,他哪是什么富二代啊,他是冒牌货。 我难堪地离开了,就在我落魄地在江边喝酒时。 河运找到了我,他说,附身,你不能寻死,你还有我。 看着他熟悉的俏脸,我忍不住笑了,原来上天还是眷顾我的,虽然我不再是亿万富翁之子,但河运却回到了我身边,这比亿万对我来说,珍贵多了。 河运有了父亲,这次是真的,做了鉴定,比铁还真,当年河光其实不是不去找于素素,而是他生病了,病好之后,于素素却已经毫无音讯,这些年来,他潜心画画,一边画一边找于素素,但是于素素早已改名幻姓,要找到他,犹如大海捞针,他也是不久前才知道自己还有骨肉在世。 河运靠在我怀里,感慨地说道,我爸爸为了我妈妈终生未娶,我真替我妈妈高兴,他没有等错人,他的爱人是真的爱他,只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。 我想起河运妈妈悲苦的一生,感慨道,真是命运捉弄,运儿,还好我又拥有了你。 我紧紧地抱住了河运,心里想着我,再也不要和他分开,但我心里却自卑着,因为河运的父亲已经是知名画家,而他的爷爷奶奶更是赫赫有名,如今,倒是我配不上他了,河运要和我结婚,但是河光却不同意。 因为我没有学历,也没有本事,我什么都没有,有的就是冒牌货的标签,河光松口了,但是他的条件是,送河运去国外留学,既可以提升河运的学历,又可以趁这两年考验我。 我和河运都同意了,经历过这么多的我们,怎么会被两年的时间和距离打倒呢?我们对我们的爱情深信不疑,两年后,河运回来了,但是和他一起回来的,还有他的新男友,鱼印。 我在机场看到河运挽着鱼印手的时候,一脸的不可置信,但是鱼印落落大方地走到了我面前,开口道。 傅申,你好啊,我是河运的男朋友,我捧着玫瑰,转头望向河运,什么时候的事,你这回又是骗我吧? 河运一脸愧疚地对我说,傅申,对不起,这子是真的。 我和鱼印在国外朝夕相处,他身是有帅气,我忍不住动心了。 这次回来我就是想当面和你说清楚的,我已经不喜欢你了,我们分手吧。 我看着河运和鱼印,追心之痛也不过如此,我不禁自嘲,我自己不也曾想过和沈小结婚吗?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怪河运呢?河运只开了鱼印。 继续开口道,傅申,真的对不起,我只要一看到你,我就想到我堕落的过去,我陪吴总那次,身上到如今都还有着淡淡的伤痕。 鱼印和你不同,和他在一起,我很开心,很阳光,很快乐,最重要的是,他不知道我的过去。 河运边说边泪流满面,看样子,都是他的肺腑之言,不像是假的。 如果这次他又像上次一样羞辱我,我会怀疑他是不是又有什么难言之隐,比如说河光破产了之类的,但是这次他没有。 他说的句句都是真的,真的不能再真。 我就像是他不堪过去的见证,是时候被丢弃了。 我看着一身精致洋装的他,泪水模糊了双眼,我最后抱了抱他,开口道,这一次,换我祝你幸福了,衷心祝福你。 我转过身,头也不回地离去,坐上出租车后,我开始痛哭,声泪俱下,四季开口道,跑出租这么多年,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男的哭得这么伤心的。 男儿有泪不清谈,只是味道伤心处,我回到了小巷,河运不在的这两年,我到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当了学徒,学得了一身好手艺,我在这里开了家饭馆。 因为手艺不错的原因,生意倒也还算红火,做了一年多,也赚了一些小钱,听到最近的一次关于河运的消息,就是小七告诉我,他和鱼印已经快订婚了,我也彻底死心了,他幸福就好,只希望他开心地往前走,永远不要回头看。 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鱼印带了个穿了一身名牌的年轻女孩,到我这里吃饭,女孩看着菜单开口道,不知道这里的菜,是不是真和小花博主说的一样那么好吃,我们点避风糖炒虾,清蒸大闸蟹,还有糖醋排骨好吗? 鱼印宠溺地看着女孩,还用手指刮了刮他的鼻子,听你的,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我看着鱼印和女孩亲密的举止,想到何运忍不住走了过去,开口道,鱼印,你怎么能背着何运和别的女孩吃饭? 这时,堂内的众人都用看第三者的异样目光看着女孩,女孩恼怒地看着我说,怎么不能? 我才是鱼印的正牌女友。鱼印盲伸出手去,要捂住女孩的嘴,女孩一把打开了鱼印的手,我早让你不要帮这个盲,你偏要帮何运假装是他男友,依我看,湛姐女和臭炒菜的明明就很般配。 还没等我骂这女孩,鱼印就生气地说,甜甜,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他们? 只听甜甜开口道,这又不是什么秘密,整个留学圈谁不知道何运以前是坐鸡的,那视频谁没看到过啊,就你心善可怜他,还假扮他男友。 现在他人都已经,还没说完,甜甜就跑了出去,王印脸色变了又变,没有追出去,我喃喃开口,什么视频? 王印看瞒不住了,便将一切合盘托出,原来,吴总把他当初和何运的视频传到了网上,那个视频在留学圈很火。 何运走到哪里,都有人指指点点,我双眼通红,无法想象何运到底都受了些什么委屈,所以你不是他男朋友,他和你订婚也是假的。 我追问道,只见王印低着头,我答应了他,不能说。 看王印这个样子,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,我连忙问道,那他现在到哪里,我去找他,这总能说吧。 这时,那个甜甜走了进来,原来他就在门口,只是他等半天,没有等到王印追他出来,又自觉自己说错了话,便又走了进来。 他两个多月前,就已经去世了,在南山陵园。 鱼印又瞪了他一眼,开口道,都说了不能说,你怎么什么都说了。 甜甜怒道,人都死了,还遮遮掩掩的,爱一个人有什么不能说的,他不说,我来替他说,附身,他到死都爱着你。 其实,在德国留学时,甜甜还蛮喜欢何韵的,两人走得很近,直到看到那个视频,他就疏远了何韵,如今,人都死了。 他不想让何韵,就这么憋屈地死去,我到南山陵园,找到了何韵的墓碑,看到墓碑上他的照片,我再也忍不住。 何韵,你这个骗子,你又骗了我。 你起来,你快告诉我,这个墓碑也是假的,只要你起来,我就原谅你。 只是在无人回应,我找到何光,他开口道,你还是来了,孕孕希望你这辈子都被蒙到鼓里,一无所知地过下去,即便让你恨着他,你也有个活下去的念想。 但若是不信,你知道了,就让我把这封信拿给你。 我颤抖着手,打开了这封信,信上写道,阿深,见字如面,你看到这封信时,我已经离世了,我常常在想,上辈子我们两个是不是一对杀人无数的恶匪,所以这一生才过得那么苦,命运几次三番地和你我开玩笑,就是要让我们受尽折磨。 这次好不容易又要苦尽甘来时,我却体检出来得了癌症,晚期治不好的那种,我知道,如果我死了,你肯定不愿意毒活,所以瞒着你,我恳求你,不要死,你带我好好看看这个世界,如果有机会的话,邦邦这个世界上另一些经受命运波折的我们,落款是永远爱你的合运,我蹲在地上,嚎啕大哭。 后来,我没有寻死,我的餐馆越开越红火,有了很多的连锁店,也赚了很多钱,我用这些钱成立了一个爱允基金会,专门用来帮助那些上不起学,生活困难的人。 我再一次来到大海边,望着大海,阿运,我想你了,如果你再该多好。 此时,一阵海风拂过,就向他回应了我。